其實又回到說線上的經營 那其實益訊總在一開始 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有講到說很重要的一點 也是在於這個會員經營 有沒有這樣子的基礎 那其實威士丁也是 因為威士丁他在線下的經營 的會員經營上面 就有十萬名的會員 那其實我們也發現到說 他是把過去被動的會員經營 轉換成到微商層 來作為這個主動的銷售 甚至是還透過一種 持續性的行銷方式 來讓客戶買單 那不是要說益訊總 你對於威士丁 在這個會員經營的轉換上面 還有營銷方式上 你有什麼看法 你看到問題看得很細很精準 這問題非常好 第一個狀態是 威士丁為什麼可以有這個成果 第一件事情是 他過往會員經營的量足夠 所以他的經濟基礎上 是可以足以支持 他往這個方向策略上的前進 那第二件事情 這就是台灣跟大陸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因為我在這兩三年 在台灣大陸兩地的移動過程中 會發現到他們在會員接觸的方法 因為藉由行動支付 相對的方式 跟每一個會員是可以形成接觸的 所以在辨識跟 接觸會員這件事情 他們是沒有做任何準備就做到了 他微信的部分 支付的部分就會有一個 相對的支付碼 他知道誰來買過 那相對的過程中 只要跟客戶一個很容易的 加入會員的方式 基本上他就形成了會員跟消費的關係 那包括我可以傳遞相關資料給你 只是過往在這樣的動作是 會有一個不連續的行為 不連續的行為的結構是說 我們在促銷的過程中 常常是促銷的東西寄給客戶客戶看 為什麼 因為大概就是會依照自己的喜好 時間習慣逛街 很少人是專程去買麵包的 都是逛街或上下班的過程 什麼樣的過程去買那個麵包 所以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大家會把在外的時間盡量減少 可能暴露的風險的狀況會降低 所以以此如此在消費的過程中 我們看很多的消費的場所 比如說現在大賣場的生意 反而沒有便利商店好 為什麼 因為便利商店快 不是因為快 是在裡面環境的時間可以短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很多東西在會員經營跟消費場景上 都改變了 所以在過往的準備 10萬個會員跟相對地利 微信的這件事情 在支付的這件事情 他們很容易達成 往後轉換成線上的動作 我只想想看你 做任何東西 跟著我 滅廢 在衛生意 作詞 出發 滅廢 中間 最也會 啟 感谢观看